我们已经做了那个保护 所以你会发现保护的结果 这个地方它没有办法让你看到里面的公式 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修改里面的资料 它会跳出保护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保护的话 还有要隐藏公式可以从那个保护工作表那个地方 先设定好 但是呢 这两个功能不是说两个都要同时一定要做 你也可以单独啦 比如说你只要隐藏什么隐藏公式的话 那你就是直接隐藏就好了 其他不要设定就可以了 他就只会把公式隐藏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那个 这个其他人的资料里面 奇怪他做了 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公式 其实他就把它隐藏起来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如果取消工作表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不过理论上应该是有密码才比较多啦 如果他没有设密码的话 那当然你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打开 看到它里面到底怎么做的 不过理论上应该是会有密码 不过呢 如果说你还是不知道密码 可是你还是想知道的话 有什么方式可以看到呢 有一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怎么样呢 你直接把这个工作表 传到Google试算表 但是要传上去之后 传上去你要转换成Google试算表 那Google试算表 因为他没有对应的这个功能 所以他自动把这个功能给取消掉 那你的密码跟保护就会消失了 不知道各位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啦 云端硬碟会用吧 就是你如果说你要做这个功能 假设我们现在是已经保护 对不对 现在是看不到 如果说你实在是忘了密码 没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 你先把这个档号 我先把它save一下 然后把它储存 那现在是保护的情况 可是呢 如果说你希望可以取消保护的话 那你就切到什么呢 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里面 你就找一个地方 去把它传上去 比如说什么地方 我学院找一个资料夹好了 我有一个temp资料夹 这个temp资料夹 把它怎么样呢 直接这个之前有做过练习 我把它删掉 那我把刚刚那个档案怎么样 传上去 那我的档案放哪里呢 放这里 这个档怎么样呢 直接就拖拉到云端放开 不过放开之前 你可能先检查一下 这个有个齿纹怎么样 确定一下你的设定 这个齿纹就设定 设定什么呢 你这个转换上传的档案 有没有打勾 意思就是说 把ecell呢 自动转成Google试算表 OK 这个打勾按完成 那我们再把它怎么样呢 把这个档传上去 传上去之后的话 它因为它会帮我把ecell 转成Google试算表 转换过程当中 我刚刚是不是有保护 对不对 我把它打开来 你会发现 它没有的功能 它就会把它拿掉 所以像保护工作表 Google试算表 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它会保护呢 它就不会保护了 你会发现 刚刚的公式 刚刚本来是看不到 对不对 有保护 那现在呢 就不见了 所以以后 如果假设你 假设刚好拿到一个档案 里面有些公式 你想要知道的话 其实很简单 传到Google试算表 转换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了 或者是说 你忘了密码怎么办 没关系 你把它传上去 传上去转换之后呢 它会变Google试算表 那你再利用它里面的档案 叫做下载格式 再把它下载回e-sale 你的保护功能呢 其实就会被破解 所以这边顺便补充一下 如果你将来 实在是不兴旺的密码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把它救回来 那那个密码不见也没关系 反正下载回来 e-sale档就OK 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刚好拿到那个档案 有保护 你也不用担心 反正你传到Google试算表 它里面 所有一切的公式 也会被看到 所以这个等于是 利用Google把微软给破解了 OK 所以这个是因为他们两家公司 自己不知道没有协调 还怎么样 所以会有这个小漏洞 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你看 这个是原来档案 没有对不对 传上去就有了 OK 所以其实Google试算表 等于是可以拿来做破解用 OK 不过这个应该是 之前有个同学 刚好他也是试了一下 后来跟我讲说 老师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就想对试一下 果真是没有问题 好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刚刚提过 如果我要清除它 你会发现 因为现在是保护状态 所以按一下清除 没办法清除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一行你没办法清除 为什么 因为它唯独 他只能看 不能够改 所以如果你要改 要怎么改呢 其实记得 在这个sub的下一行 开头的地方 写一行叫做取消保护 取消保护之外 因为我设密码 所以告诉他密码 另外在结束的地方 记得要把保护加回来 所以两行乘四 所以我要怎么样取消保护 第一个你要告诉他说 你要取消保护的是哪一个工作表 OK 所以你就告诉他 现在这个工作表 现在这个工作表 就是Active 打一个Active 目前的工作表是Shit 只会一个 所以不会加S Shit 目前ActiveShit 现在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话 然后点什么 它有一个叫取消保护 叫Unprotect Protect Unprotect 接着就取消保护的意思 所以目前这个工作表 帮我取消保护 然后 刮符 双引号密码告诉他 我的密码是1234 顺便告诉他一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把 你会发现我打字 一定打小写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打小写呢 因为如果移开的话 假如首字会变大写的话 那表示我的程式没打错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 就是打字打小写 移开 有没有变大写 有没有发现 首字都变大写了 那你可以确定一件事 你程式没打错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了 这个也是一招 程式确保 不会写错的一个好方法 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 NPOTECTION 取消 对 那请你把这一行再复制贴到底下 当他已经跑完了 那你要记得怎么样 把UN拿掉 NPOTECTION 保护的话 顾名思义 就是什么 POTECTION 就保护 OK 所以 UN拿掉之后 你会发现首字一样变大写 表示有这个方法 OK 好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了 那可是问题 现在程式卡在这里 怎么办 几个方案 一 你要不就是 把它停止 重新跑 OK 应该可以 要不然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VPA 有个贴心的 除错工具 就是 如果你程式跑到这里 你希望让他倒车的话 倒到哪里 倒到这一行的话 他可以允许你 让他 程式倒车的 程式怎么倒车 我教各位一个技巧 这个也是书上不会讲的 因为书上没有办法讲 书上没有办法这样告诉你说 往上 拉到上面 程式就到车了 因为这个 书不知道怎么写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 书里面没办法跟你讲很多东西 因为作者也实在不知道怎么叙述说 如果程式卡在这里 你就是按住他 然后向上拖拉 他就可以让程式倒车 这个其实他可能要截图 可是截图又很麻烦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影片的话 你会发现 这马上就知道了 对不对 影片就大概几个 几秒钟的时间就讲完了 但是如果书的叙述的话就很麻烦 让他写很多 而且你写完你恐怕还不太知道他什么意思 这就麻烦了 这样的话你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程式倒车之后 那你就可以 再按 如果你要让他逐行跑 就按F8 如果你按F8顺便观察一下 有没有取交保护 F8 按了F8之后 有没有看到有什么变化呢 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执行这一行 按F8 他会跳下一行 特别说F8是逐行 是下一行的意思 跑下一行 然后你可以观察有没有放这里 有没有出现了 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被取消保护了 意思等同就是说我把这边保护工作表 把它取消掉了 有没有 那现在的工作能不能做呢 我要清除他 清除 我要跑这个 这个不用理他 那我全部执行 全部执行 你有没有看到全部清空了 清空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 他这个地方又恢复保护了 所以你现在按下去还是有密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最后有一行是什么 最后一行就是那个 Protector 有没有 最后这一行 当我跑完之后的话 他会 我刚刚写在哪 写在另外 另外的工作 OK 你会发现这边又多一行 有没有 Protector 表示说我又再把我的保护加上去 OK 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再按下延习总时数 他还是会错 为什么呢 不过这个地方他居然是比较正确的 给你错误 他跟你讲说 你要丢公式没办法丢 因为他现在是保护状态 怎么办呢 一样 请你在开头的地方怎么样 一样加这个 取消保护是 Protector 然后呢 在他结束的地方呢 再加上Protector保护起来 好 那一样把程式倒车一下 让他取消保护一下哦 然后接下来可不可以丢公式 可以 丢完之后的话呢 能不能再 那个什么 再把保护加回去呢 这个我先让他停在这边好了 这个叫中断点 可以程式先停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他要输出 目前已经输出一个 那我把游标先放在这边看看 公式 现在的话等于是他现在是没有保护状态 所以他会一个个输出了 然后这边把他全部执行 执行完之后现在还是没保护 最后这一行 我要按F8 执行他你会发现 他现在又保护了 等于又把 保护工作表要加上去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有点像 取消保护 最后呢就把它再保护 其实很简单 就可以达到 有的时候呢 你不允许 使用者去变更的时候 你就把保护加上去 不过我还蛮强烈建议 很多时候还是要加一点保护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保护的情况下 把档案给人家 回来东西都面目全非 都乱七八糟一大堆 你为了那个东西 你还要再花更多时间去把错误抓出来 那真的太麻烦 与其这样倒不如 大部分不能变动的 你全部都不要给人家变动 不然他没事就给你乱变动 你就更头痛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只有加上 取消保护 跟增加保护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个地方他虽然不能从这边知道密码 但是呢 如果有比较厉害的人 他可能有学过VBA 他会到这个VBA里面看什么呢 密码1234 因为他如果学过我的课的话 他应该是 原来你的密码是1234 那我就怎么样呢 到教育里面把1234输入不就好了 还是可以破解嘛 所以怎么办 记得还要再学一个 就是VBA的程式怎么样 要保护 OK 所以保护可以说 可能外面那边可以被取消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就要再加一下 那怎么样针对你现在这一个 特别说 你现在这个专案叫VBA Project 后面就是他的党名 如果你要保护的话 请你按右键 这边有一道VBA的花甲属性 属性部分的话 有个保护 有没有 就这一个 记得一打勾 二的话输入密码 再输入一次 OK 记得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保护的话 那他会把你的VBA打开 当然前提可能他要知道在哪里 不过如果厉害的人 他一看也会知道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现在呢 打开他还是在 除非说怎么样 你把这个档案关闭 让他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 我们在下一次开启 记得储存 关闭 然后呢 在下一次开启的时候 我们在 这边也要启用内容 到VBA的开发环境这边 VBA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现在这个档案呢 在这里 有没有 他现在呈现的是一个 无法展开 前面有个加号 对不对 按一下他 你会发现 诶 密码 有没有 所以他会跟你要密码 如果他不知道密码 他当然会出现密码不正确 那如果知道密码的话 才可以怎么样 打开模组 打开里面的程式 才可以看得到 OK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反正就是说 如果你有在那边用NProtect 那记得要在这边 再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密码保护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你们如果要把刚刚的 动态输出的话 那 第一个先保护 然后用NProtect 最后记得在Protect OK 试一下 另外 另外 如果你城市里面有NProtect 的密码 那记得要把你的VBA的 专案保护起来 这样的话 使用一般人才不会说 我跑到你的城市里面看一下 我就知道密码 我就手动去把密码给输入 那不就也被破解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 等于是这些又细部的一些相关功能设定